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维护心脏健康 天然辅助剂的可能性 可目前还没足够研究 证实在这方面的作用 但辅媒Q10可能 与他听的药物结合使用时 会有更好的效果 一项发表于循环 心脏衰竭的期刊上指出 心脏衰竭的患者 摄取辅媒Q10后 在症状与并发症上 会比使用安慰剂的情况下更好 另一篇在《动脉周样硬化》期刊中的内容指出 辅媒Q10可能有改善心脏病 与无心脏病者的血管健康 可并非所有研究都是正面的结果 如发表在科克兰图书馆上的研究指出 辅媒Q10在降低血压的效果 并没比安慰剂好 因此 相关研究可能还存在偏差与一直性 所以 还有待更严谨的研究 证实其效果 22 唐氏综合症 唐氏症 是一种染色体异常 相关的复杂表情疾病 已知在该病理过程之中 会因为遗传因素的影响 以及表观遗传因素的调控 并且容易在氧化压力的影响下 导致氧化的失衡 引起唐氏症的临床表现 在唐氏症患者的细胞之中 有观察到立腺体结构变化 与功能的异常 研究时 并在培养的唐氏症细胞中 表现出了线粒体各种功能性的异常 并有两项研究 调查了辅媒Q10 对于唐氏症患者DNA损伤的益处 研究后的结果显示 辅媒Q10在唐氏症上的作用 不只反映其抗氧化功效 并也可能有调节DNA修复的机制 23 抗氧化 辅媒Q10在还原形式中 是一种有效的脂溶性抗氧化剂 能够维护与避免细胞膜以及脂蛋白受到氧化伤害 细胞膜中含有大量还原形辅媒Q10 并且存在可以将氧化辅媒Q10转换为原形辅媒Q10的酶 还原形辅媒Q10是细胞重要的一种抗氧化剂 当低密度脂蛋白与细胞膜暴露在氧化条件时 原形辅媒Q10可抑制止直过氧化 可当低密度脂蛋白已被氧化时 还原形辅媒Q10是最先被消耗的抗氧化剂 当线粒体缺乏辅媒Q10后 极容易导致超氧自由基的过度生成 在线粒体中 辅媒Q10能够维护膜蛋白与线粒体DNA 并能减少阴质直过氧化 导致的氧化损害 当原形辅媒Q10存在时 能够限制氧化脂质与α生育分的形成 以及中和自由基以外 还能再生抗氧化剂 24 协助粒线体合成三磷酸线杆 碳水化合物与脂肪再转化成细胞 所需能量形式的三磷酸线杆 需要线粒体膜含有的辅媒Q10 作为电子传递链的一部分 脂肪酸与葡萄糖在代谢的过程之中 生成的还原当量电子 再转移给电子的受体 此时辅媒Q10能够协助脂子 从粒线体积只转移到内膜空间中 产生内部粒线体膜的脂子梯度 脂子在流回到线粒体后 释放的能量可协助形成三磷酸线杆 25 减缓老化 依据自由基与线粒体老化的理论而言 活性养类会使细胞结构受到的氧化损害 在减缓老化时的功能下降会有着重要作用 也是由线粒体产生三磷酸线杆的副产品 无抗氧化及中和时 可能会损害到线粒体 导致线粒体的功能与效率降低 造成活性养类滋生循环后 生成更具破坏能力的活性养类 辅媒Q10在线粒体合成三磷酸线杆时 有着重要的作用 也是线粒体膜中的抗氧化剂之一 体内许多组织会因为老化 使得能量与代谢下降 尤其是肝脏 心脏与骨骼肌 以及组织等含有的辅媒Q10浓度 都会随年龄而降低 并且能量代谢也会有所下降 有研究表明 辅媒Q10的摄取 能促进线粒体的生成 并延缓转基因的小数衰老 目前有限的科学结果指出 辅媒Q10的摄取 可延长寿命 以及预防与年龄相关的功能衰退 在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中 年龄大于70岁 追踪12年后的研究结果显示 摄取锡与辅媒Q10 在与安慰剂相比之下 心血管死亡的几率较低 并且血液含有较高辅媒Q10水平的老年人 在肌肉力量与活力 以及身体表现都会有所提升 并且一般都更加活跃 氧化应激水平也较低 因此能有助于预防心脏病 与认知衰退 此外 辅媒Q10水平的降低 有可能是造成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辅媒Q10不只是抗氧化剂 还参与大部分细胞所需的过程 因此适当摄取辅媒Q10 在减缓老化上是非常重要的 26 营养素的相互作用 维生素E与辅媒Q10 是膜及脂蛋白 最主要的脂溶性抗氧化剂 α生育醇 在中和自由基石 会被氧化形成αTO 在试管实验中 一些条件下可促使脂蛋白氧化 进而产生连锁反应 还原型辅媒Q10 与αTO反应时 能够再生α生育醇 并形成半泛昆自由基 半泛昆自由基 也可以与氧气反应 生成过氧自由基 这是比脂质过氧自由基 更不活跃的一种醋氧化剂 半泛昆自由基 可能将αTO 还原成α生育醇 进而产生完全氧化泛昆 在这还原过程中 并不会与氧气反应 形成过氧自由基 27 改善心血管疾病 正常的血管内皮 在有需要时 会让血管放松 并能够抑制血块的形成 动脉周样硬化 会与血管内皮功能受损 有所关联 导致正常血管血流 与扩张损害 一项2012年的研究分析 其中包括 5个小规模的随机对照实验 194名受试者研究后的结果 在辅煤Q10的补充后 能改善流动依赖性内皮借道扩张 另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的实验 对2149名 罹患心脏衰竭者的分析 在摄取辅煤Q10后 与安慰剂相比下 死亡率降低了39% 并且运动能力 也有所改善 但对于左心式射血 并无作用 因此 还需更多研究结果进一步确定 辅煤Q10对于内皮依赖性扩张的效果 28 减缓纤维肌痛症后群 纤维肌痛症后群 是慢性疼痛的一种综合症 其病因不明 但症状广泛 其中包括 偏头痛 触觉过敏 与极度疲劳 以及关节僵硬等 一项研究指出 氧化压力 与纤维肌痛症后群的临床症状有关 纤维肌痛症后群患者的血单和细胞中 辅煤Q10水平 与立腺体膜电位也较低 并且立腺体超氧化物 与止值过氧化的水平升高 另一项研究 纤维肌痛症后群的患者 用纤维肌痛影响问卷 与视觉模拟疼痛量表 进行临床评估 缺乏腐霉Q10的 纤维肌痛症后群患者 在接受腐霉Q10研究之后 症状有明显的缓解 29 减少手术后暂时性 心脏功能障碍 心肌梗塞 与心脏手术的期间 心脏肌肉 可能会因为缺氧而受损 当恢复氧气供应后 活性氧物质的产生 可能会因为在灌注时 造成心肌有所损伤 一项动物实验指出 腐霉Q10 能够经由提升三磷酸 腺肝浓度 进而提高抗氧化的能力 与降低氧化损伤 并调节自食能力 以及降低心肌细胞的 大量减少 因此具有保护心肌功能 与减少缺血在灌注时 造成的损伤 一项小规模 随机对照研究 有30名患者 在进行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7至10天前 摄取腐霉Q10 能够减少 与降低胸腔引流 与血小板输注 以及阳性肌力增强剂 在术后24小时内 引起心率不整等风险 另一项随机 安慰剂的对照研究 对117名心脏衰竭患者 进行的实验 在冠状动脉 绕道手术前至少两周 与手术后4周 摄取腐霉Q10 硫心酸 与Omega3脂肪酸 以及C等 在与安慰剂相比下 能够减少心脏损伤 并缩短住院期间 与减少术后暂时性的 心脏功能障碍 以及风险 30 减缓心脚痛的症状 心肌缺血 可能会导致心脚痛 当罹患心脚痛时 氧气的需求量 会超过冠状循环 供应心脏肌肉的能力 在五个小规模的安慰剂 对照炎就指出 患有慢性稳定性心脚痛的患者 在补充腐霉Q10后 与安慰剂相比之下 提升了运动耐受性 并减缓与延迟 心肌缺血有关的心电图变化 其中有两个炎就显示出 摄取腐霉Q10时 症状的频率 以及消化干油的使用量 有明显的减少 31 改善高血压 在一项小规模 安慰剂对照试验 每日摄取腐霉Q10 连续摄取三个月后 降低收缩压 与舒张压的结果并不多 但在另一项较不严格选择的研究 统合17个小规模试验指出 显示腐霉Q10对心血管疾病 与代谢性疾病患者 具有降低血压的作用 目前腐霉Q10 对于血压作用的研究 还属于小规模实验 并较少高品质的研究 腐霉Q10的摄取 在原发性高血压方面潜在的效益 因此 还需要更多研究证实其效果 32 延缓神经退化性疾病 帕金森氏症 其症状包括颤抖 与肌肉僵硬 以及动作缓慢等 是一种退化性 神经疾病 当体内有氧化损害 以及线粒体的功能障碍时 也较容易罹患帕金森氏症 并且在帕金森氏症患者的血小板中发现 氧化腐霉Q10较低 有一项研究指出 帕金森氏症患者 与健康的人相比之下 尚未治疗的帕金森氏症患者 脑脊髓液 含有的氧化腐霉Q10浓度较高 当帕金森氏症患者离世后 检查发现与同龄相比之下 脑皮层区含有腐霉Q10的浓度较低 但在脑部的其他区域并无差异 在另一项随机临床试验 评估了80位早期帕金森氏症患者 每日分别摄取高、中、低剂量的腐霉Q10 并测试其安全与有效性 连续16个月后 在所有剂量下耐受性皆为良好 并且 每日摄取高剂量下的帕金森氏症患者 恶化速度都较为缓慢 在另一项试验中 帕金森氏症患者 在每日摄取腐霉Q10 连续48至96个月后的结果显示 治疗期间 再次出现症状的患者中 在摄取腐霉Q10后 改善了轻度运动的症状 但对于早期患者疾病的症状并无变化 此外 有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的研究 在研究之中 并未找到腐霉Q10相对于安慰剂 在改善运动相关症状 与延缓疾病进展方面的证据 腐霉Q10对于帕金森氏症 可能在特定患者中 会有轻微改善效果 但对于早期的患者而言 却无任何明显的改善结果 33 降低认诚高血压的风险 随着怀孕周期的增加 血浆中的腐霉Q10水平 也会逐渐上升 另外 一项炎就指出 当腐霉Q10水平较低时 也会与胎儿吸收 以及自然流产等情形 有所关联 此外 有认诺高血压风险的女性 在摄取腐霉Q10后 能够减少认诺高血压的风险 34 减缓牙周病 牙周病是经由细菌侵袭口腔组织 引起的一种发炎反应 在发炎过程时 许多分子会参与不同的阶段 包括自由基与活性养类 如牙周病病原体 会促使活性养的过度产生 因此 可能会造成胶原蛋白 和牙周细胞的破裂 抗氧化剂能够减少活性养类 并降低胶原蛋白的降解 腐霉Q10的还原形式 泛昆醇 是一种内原性抗氧化剂 可增加牙银中腐霉Q10的浓度 进而抑制牙周炎的发展 腐霉Q10 是一种脂溶性 类似维生素的化合物 人体自然生成的一种物质 细胞可利用来产生能量 几乎每个人体内的细胞之中 都存在的必须化合物 由于它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并且分子中具有昆氏结构 因此 有氧化 与还原这两种形式 在细胞之中 这两种形式能够互相转换 泛昆最主要存在多数真核细胞内 腐霉Q10 也是呼吸链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在线粒体内膜上的含量 会远高于呼吸链的其他部分 且腐霉Q10是指溶性 并在内膜上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特别适合作为流动的一种电子传递体 因此在线粒体电子传递系统中 是非常重要的 细胞进行呼吸作用 与产生三磷酸腺肝时 会需要腐霉Q10的协助 三磷酸腺肝 是肌肉收缩 与其他重要细胞功能在作用时 所需的能量 并且也是一种抗氧化剂 有助于保护细胞 免受氧化压力的损害 因此 广泛分布在体内 维持人体健康 通常被当作抗氧化剂的一种 并对身体每个细胞都会有所影响 尤其 是对于高能量需求的细胞 与身体器官更是极为重要 腐霉Q10 大量存在于 心脏 肺脏 肝脏 肾脏 肾脏 与胰脏 以及肾上腺等器官内 因此 在维持健康上相当的重要 腐霉Q10 能够降低疲劳感 与胆固醇 以及自由基的产生 与减少氧化压力 心血管疾病 以及炎症的风险 并能调节血糖 汗血压 保持好气色 与提振精神 以及增强体力等 此外 还能提升活力 与运动状态 并可能预防多种疾病 包括 癌症 肥胖 过敏 心脏病 高血压 牙周病 糖尿病 胃溃疡 肾衰竭 肌肉萎缩 立腺体疾病 与放射线损伤 以及帕金森氏症等 并且 还能促进能量的产生 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害 维护心血管健康 抑制自由基的产生 改善冲血性心脏衰竭的症状 并减缓阿兹海默症的进展 也可能提升免疫系统 与心脏功能 以及预防癌症 减少氧化造成的蛋白质 脂质 大脑 DNA 与肌肉 以及皮肤损害 另外 也可能有助于 降低糖尿病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 与胆固醇 以及总胆固醇的水平 并可能有助于做过搭桥 与心脏半膜手术的康复 最初 辅煤Q10的临床功效实验 最主要是集中在滋补强身 与提供原动力能量 以及增强体力等方面 然而 现今的研究 不仅只在关注 促进新陈代谢 还包括调节生理机能 更应用在 运动后体力的补充 此外 在美容保健这方面 也被广泛应用在 维持皮肤健康 与养颜美容等 许多研究指出 辅煤Q10在身体各方面的重要功效 并在一项研究中证实 辅煤Q10与心脏健康的关联性 并且已成功应用在 维持健康 心脏 与肌肉功能 以及细胞健康等 并具有释放 与接受电子的能力 以及协助能量产生过程 进而提供充足能量 与刺激细胞生长 因此在维持精神 与增强体力等方面 会有显著的效果 此外 还可能降低 有害化合物的影响 进而减少 罹患神经退化性疾病的风险 并能够抑制 与发炎相关的细胞因子 TNFα 和NF-Kappa B的能力 与影响代谢 以及转运相关性 数百个基因的表达 辅酷Q10 在保护心脏 与增强免疫系统 以及提升身体表现方面 都有重要的作用 可在服用后 效果感受上的程度 常因为个人的身体反应 和情况 与接受程度 以及不同的产品形态 与记性等因素 而有所不同 并且能量的供应 也会因为 体内辅酷Q10的多寡 而有所影响 其中免疫功能 相关的组织与细胞 是相当高度依赖能量的 因此需要充足的 辅酷Q10 才能够维持身体能量的供应 辅酷Q10 也已被证实 能在细胞间充当抗氧化剂 并存在于所有细胞膜 与血液之中 是人体内部重要的 脂溶性抗氧化剂 不仅能增强能量的产生 改善心脏肌肉收缩能力 还具有强大的 抗氧化活性 特别在预防低密度 脂蛋白氧化时 能够降低自由基的产生 防止蛋白质 与脂类 以及DNA的氧化 也对基因表现产生影响 并可能有助于 维护大脑 与肺部健康 以及预防慢性疾病等 女性的卵子 与男性精子 也容易会因为氧化损伤 而有所影响 辅酶Q10 可能有助减少氧化损伤 甚至能够逆转因年龄增长 而产生卵子品质 与数量的下降 在备孕时的夫妻 也能够透过适量摄取辅酶Q10 维持身体的营养 以及调整生理机能 进而改善精子活性与浓度 提高生育力 许多生物在饮食之中 补充辅酶Q10后 在体内可引起多种基因表现型效应 这些效应主要涉及在 细胞信号传递 中间代谢 转运 与转路控制 以及发炎等 显示辅酶Q10 在作为强效基因调控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作用 辅酶Q10 也能够协助体内能量的产生 在长期的临床研究中证实 辅酶Q10的效果与安全性 并被视作为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对于心血管健康 会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 并能够减少体内 过多自由基造成的伤害 与维持细胞的稳定 以及完整度 特别是对于能量需求较高的器官 如 心脏 与肝脏 以及肾脏等 尽管人体可以自行合成辅酶Q10 但在20岁之后 能够自行合成的量 就会开始下降 当合成的量减少后 容易会使得新陈代谢降低 与活动力减弱 以及较易疲劳等情形 辅酶Q10也被研究于预防偏头痛上 在研究后发现 并无法在短时间上得到缓解 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发挥作用 另外 辅酶Q10还被研究在 治疗低精子技术 与癌症 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肌肉萎缩症 帕金森氏症 充血性心脏衰竭 与牙齿问题 以及许多其他疾病上 在初步研究的证据上显示 辅酶Q10 可能有助于预防 与缓解服用 类骨醇相关性的药物 引起的肌肉疼痛 与肝脏问题 以及不良等影响 在临床时的效果 并无法立即产生 可能需要长达八个礼拜 才会开始有所感受 当有辅酶Q10 生物合成基因突变 引起的立腺体疾病时 口服较高剂量 辅酶Q10后 在一般的情形下 症状都会有所改善 一些研究中显示 辅酶Q10的补充 可能作为传统医学 治疗慢性心脏衰竭 与冠状动脉旁路手术患者的辅助剂 但目前并无证据显示 辅酶Q10的补充 对于糖尿病 神经退化性疾病 与遗传性供给失调 以及乳腺癌等 具有治疗的效益 并且似乎无法提高运动表现 部分辅酶Q10的作用 也仍具有争议 并且也无足够数据证明 辅酶Q10补充剂 对健康确切的作用 目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也尚未批准辅酶Q10 用在治疗任何疾病上 因此 还需进一步研究 证实其效果 在此 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